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音乐 流浪者的Tango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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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冬会 最终他们这个赛季应该说是第四次国际大赛了 在大冬会上 他们是获得了双人滑项目的铜牌 Tango的预约 服装造型主要是红色和黑色为主色调 再来看他们的 抛跳 后外结环的三周 这个动作完成得很酷 这是一个值得撑到的一个托举 用的是最难的第五组 而且是AXS起跳类的托举 而且它的空中有难的机制变化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个后外结环三周的抛跳 螺旋线 螺旋线这个问题呢稍微有一点瑕疵 新年比过的比赛当中螺旋线都在执行分上 也就是GOE上呢被扣了一点 大概在减一的幅度上 一套螺旋线如果想得到GOE的加分 那么它必须要做到进入滑车流场 而且呢在螺旋姿势下控制和速度要好 而且两个人的姿势质量要好 而且所有的过程当中 男孩和女孩都不能这个冰刀都不能刮冰 而且这个进入的整个的控制 包括动作还要符合音乐 而且还要最好是有创精性和创造 就是独创性的姿势 这都是能够得到GOE加分的这个螺旋线的要求 像如果速度慢呢 这个在减分上可能会减到更多 好来看一下中国的张岳王磊 刚才介绍在节目的场景 第一十分是31.00 节目内有分是51.25分 滑出了52.25分 这也是他们这个赛地滑的最好的一套 在节目场景 刚才的这套动作从小分来看呢 还是螺旋线被扣分了 其他的六个难度 全部得到了GOE